高龄96岁的武汉报主司方丈本乐长老 在13号上午9点率领深重居士百余人 参访法虎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 对于法虎山山用修学环境 将佛法生活化的教育方式留下难忘的印象 这是我们今年为这个社会世界祝福的主题 真大吉祥真心真诚真实 然后以私安为行动 安心安生安家安业为行动 在参访前 法虎山副著词果徽法师 亲自陪同本乐长老前往大殿礼佛 并逐一介绍园区中的教学环境 让长老及团员进一步认识 法虎山以心灵环保 弘扬汉传�禅佛教的理念和方法 法虎山是一个教育的团体 出家生众专职 然后就是护华的义工 这样一个组合弘扬佛教的教育事业 我们继续恩施价施的悲愿 提升深重的品质 提升我们在家做的学伙的一种品质 奉献社会 奉献全世界 人生佛教 它有三个宗旨 它有三个宗旨 我们还记得就是一个宗旨 叫做坚匀的伏教 第二个宗旨叫做坚实的伏教 第三个宗旨叫做坚地的伏教 这个坚匀坚实坚地 今天在香港 在台湾我看到实现了 这就是 大学法师的人生佛教的宗旨 而来自湖北的僧旨和居士们 除了欢喜感叹法虎山 禅乐禁教的建筑风格 人文气息 特别对于法虎山僧团 盛中追远 展示禅宗历代祖庭 及太虚大师 东出扰人 林园大和尚等历代高僧 伟大事迹的开山纪念馆 表现浓厚的兴趣 太虚法师给中国的伏教 最大的贡献 这是根据他的三藏的全力的理解 对佛法师三门三藏的全力的理解 以及他修正的政务的心得 他确定中国的佛教的实质是禅宗 这个在历史上 是第一个绘画的神经 他确定肯定中国佛教是一场 中国佛教的实质 就是禅宗 由于身为太虚大师学生的本乐长老 试禅法为佛教的精髓 法虎山附助词果徽法师 也特地陪同他前往法虎山长堂 感受选佛场中宁静安定的禅境氛围 本乐长老 折欢喜地与同参访的深仲和居士们 共同打坐一客钟 同时向大众开示禅法的新药 并和果徽法师交流两岸在禅修推广上的经验 在三个小时的参访过程中 团员也趁此难得的机会 用心观摩法虎山 发扬汉传常佛教的做法及资讯 希望能够将中华禅法虎中 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 带回禅宗试院做参考 让佛法可以更有效地发挥 提升人品 净化人心的作用 将主师大德们的悲心愿力 落实在现代社会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